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望出新 力力前行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第三季总决赛的现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萨美宁 欢迎各位 接下来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四位评委嘉宾 一元赴死 万象更新 敢挑战 能成功 新时代新气象 敢于挑战 成就非凡 新春佳节 迎春皆福 以挑战不可能的精神激励自己 新的一年 新的挑战 新的起点 挑战必胜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励志挑战节目 《挑战不可能》播出到现在第三季了 我们见证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挑战者 在这里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的挑战 在追寻生命本真意义的道路上 挑战者的精神激励着我们 而今天的播出时间 大年三十在这里 代表节目组给全国的电视观众拜年了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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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各位在新的一年能够挑战自我 收获圆满 这一前行 借由我定 挑战不可能 由全方位领先七座SUV 长安福特2018款锐介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 挑战不可能家的新可能赞助播出 挑战不可能 年轻醒着拼 累了 困了 喝东鹏特饮 感谢本节目指定饮品 东鹏特饮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由黄金珠宝国名品牌 精一提供赞助 由喜事选精一 本节目互动奖品由精选海拔 三千名有机青柯酿造的 天佑德青柯酒赞成 打开微信摇一摇 积攒挑战勋章 就有机会获得惊奇大选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宣读一下 我们总决赛的挑战规则 四位评委从这一季 所有进入荣誉殿堂的挑战者中 推荐了十位最强挑战者 进入总决赛 被推荐的挑战者将进行升级挑战 而挑战成功之后 才能获得观众的投票 获得四位评委联名推荐的最强挑战者 将可以直接获得观众投票 最终由44家媒体组成的评审团 将对观众投票数最高的两位挑战者 进行一次投票 媒体投票的票数和观众的票数相加 总票数最高的将成为挑战不可能 第三季的年度挑战王 在挑战不可能总决赛的过程当中 观众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走进这些自强不息的挑战者的世界里面 真实地了解他们的挑战故事 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和我们共同分享 他们的挑战精神 有请孙杨评委为我们宣读第一位 挑战者的推荐词 他们与两支世界冠军队伍 进行了交互跳绳的车轮对抗战 取得胜利的同时 还打破了一项西尼斯世界纪录 他们小小年纪 却有着最坚定的意志力 和最默契的团队合作 少年强则中国强 他们的强大不光是身体的强健 更体现在顽强拼搏的意志 他们就是来自上海市 高进阵第三中学初一年级的学生 黄俊凯 江大理 金振宇 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 这三位跳绳少年真实的故事 一起见证他们挑战交互跳绳 极限速度挑战不可能 这三个孩子上一次 在我们的舞台上 给我们展示了极致惊人的 交互跳绳的速度 他们已经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了 而且是全世界交互跳绳 30秒钟速度最快的记录的创造者 前不久我们节目组得到了 来自中国香港 以及重庆这两支跳绳队伍的消息 他们特别希望 能够在我们的年度总决赛上 跟之前的挑战者三支队伍 同台竞技 完成我们年度的终极挑战 这两支队伍要先进行 两轮的资格赛的挑战 才有机会正式挑战我们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黄俊凯 江大理和金振宇 好 那就把掌声送给我们三位小挑战者 预祝他们今天挑战成功 备战区稍时休息 接下来掌声请出我们今天 来踢馆的两支队伍 一支是来自中国香港的 Jump to Infinity队 而另一队是来自 重庆前江区新华小学的三位 年纪更小的选手 这两支年龄差点有点大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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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差到大 大家好 我叫朱几江 我已经27了 27了 老将啊 这一位 大家好 我叫郭俊彦 我今年22岁 22 大家好 我叫黄多贤 今年20岁 20岁 三位也很了不起 我刚才一听介绍也是国际冠军 前不久 刚刚在上海 国际交互绳大赛当中 取得了30秒速度赛的 公开组的冠军 大家好 我叫梁浩 我快要满11了 我叫革命 我今年11 大家好 我叫殷佑 我今年12了 12岁啊 我们都来自重庆市 前江区新华小学 跳绳队队员 小学生啊 超厉害哦 那他们30秒可以跳130多下 你们呢 你们呢 也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接下来我们请两支队伍 进入挑战区 开始准备 根据挑战规则 重庆队与香港队 首先要进行第一轮资格赛的比拼 优胜的进入下一轮资格赛 只有连续通过两轮比赛的队伍 才能与内主上海队进行终极挑战 争夺进入年度挑战王评选的机会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国际裁判 齐景龙 举全华 白延波和胡绍军 来对现场比赛进行公平公正的裁决 在这里我先给大家宣读一下 第一轮挑战的规则 重庆和中国香港两队挑战者 进行三十秒交互绳速度赛的比拼 三局两胜 每局挑战我们单独计数 三十秒内单脚跳绳 个数最多的一方获胜 我宣布两支队伍 第一轮三十秒速度赛挑战开始 记者准备 计划凍 计划准 荷免凍 組 wragment 拍ats 拍ats 准处 胈载 � Pla tanto Mode reach 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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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失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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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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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七 五 五 四 三 二 二 一 我们有请两边的裁判为我们宣布一下 第一轮两队交手的成绩 重庆选手最后成绩128次 中国香港队最后成绩110个 第一轮 我们来自重庆的孩子们 获得了第一次胜利 但别忘了我们这次速度赛是三局两胜 所以紧接着他们将进行第二局的30秒速度赛的比拼 很累 你跟他们两个 很累 很累 都在喘 我宣布两队第二局比拼 开始 如果是准备 选择 选择 是准备的 再继续 选 准备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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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明顯 他們的甩身 他們的甩身速度就慢了 對 漂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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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重慶選手132次 中國香港隊117 這重慶隊越戰越勇啊 對啊 所以按照我們的挑戰規則 在30秒速度賽當中 來自重慶的孩子們獲勝 我想問一下朱子健 你們各位的感受怎樣 重慶的小朋友特別厲害 他們比世界賽的選手還要厲害 還厲害 對 但我覺得我們也很高興 你們來到我們挑戰的現場 因為在這樣一個新春佳節 很特殊的這樣一個時間 你們也能夠來到北京 在這兒感受一下過年的氣氛 也也是很難得的對不對 可以 給港澳同胞 台灣同胞 全世界華人拜年了 拜年了 再次掌聲感謝中國香港隊 謝謝 謝謝 可以到觀戰區休息 謝謝 謝謝 接下來孩子們 你們馬上要開始面臨 第二個資格賽了 第二個資格賽 將是車輪戰 我們找來了三支國際冠軍隊伍 你們要通過第二輪以一敵三的車輪戰 才能最終面對上海隊 有沒有信心 好 三對面 掌聲有請三支國際冠軍聯隊 從2013年開始獲得 法國交互繩速度賽冠軍的 第四傳奇隊 和連續兩次獲得 比利時交互繩速度賽冠軍的 Team X隊 以及2017年日本交互繩 躍動賽冠軍艷麗隊 歡迎 歡迎各位 在第一輪比賽中 重慶隊以2比0的優勢 戰勝中國香港隊 順利進入第二輪資格賽 根據挑戰規則 重慶隊要與三支國際隊伍 進行車輪比拼 勝者才能與淚入上海隊 進行終極挑戰 然而重慶隊在第一輪比拼中 已經消耗了很大體能 在第二輪資格賽中 他們能戰勝對手 進入終極挑戰嗎 接下來我們要由 我們來自重慶的孩子們 對抗日本 法國 比利時 三支冠軍隊伍 每支隊伍跳30秒 而我們的重慶的孩子們 是要一直跳90秒 90秒 車輪戰一分半 那對革命來講 這個體力消耗蠻厲害的 但是其實比賽 就是這樣很殘酷 他沒有時間給你去想 也不容你去休息 而且剛剛他們 剛跳過兩輪30秒 對 體力消耗非常大 那麼接下來 見證一向艱難挑戰的時刻 到了 讓我們把掌聲送給台上 所有的隊伍 因為無論如何 我們一定看到的 會是一場激烈的 精彩無比的對決 加油 加油 有請各位挑戰選手 進入挑戰隊 加油 準備好 我之前從來沒有跳過 1分30秒 而且我也剛剛結束 60秒的時間 體力還是很累的 革命從第一輪開始 一直堅持到現在 1分半內我覺得 這個應該是很大的負擔 好 我們所有的選手 是否做好了準備 你們準備好了嗎 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好 這一次的車輪戰 只有一次挑戰機會 我宣布 車輪戰挑戰開始 420秒 490秒 414秒 480秒 threat 43 8 好累哦 10 5 2 3 2 1 GO 加油 5 4 3 2 1 G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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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出现了一点事物 对 GO 最后要看比利时队 赶不上了 比利时队能否在最后关键时刻追上 现在从总数上来看 宏庆的孩子们还是处于领先的地位 不要出现失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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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十秒 5 4 3 2 1 重庆选手最后成绩358次 国际联队最后成绩325个 太精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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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挑战者 革敏这次喘得厉害了姑娘 辛苦辛苦 太精彩了 根据成绩的显示 在车轮战当中最后胜出的是 来自中国重庆的小江门 其实 我觉得这会儿 一个上海队要有压力了 上海队有压力了 对啊 但是上海队呢 还有一个心理优势是 毕竟 孩子们已经经过了三轮 就算孩子体力恢复的快 也消耗了很大的一部分 对 所以对于上海队来讲 他们心理上还是会有一点优势 但是看到他们的成绩 我觉得上海的三个小伙子 应该会有压力了 掌声 有请我们今天 真正要争夺年度挑战王的 我们三位上海队的小伙子们 出场 黄俊凯 江大利 金振宇 来了 来了 刚才看了他们三个比赛了吧 他们现在心情状态很放松 因为连赢了三局 他们现在气势很盛 所以对于你们来讲 有没有信心完成比之前的挑战更厉害的一次 有 加油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双方再次移步到挑战区 2018 为挑战而拼 我给大家宣读一下最终两队挑战的规则 重庆 第二队挑战 现在 开始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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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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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力真的是有影响 他能够在如此 剧烈的挑战过后 还能保持这个速度 这么成绩 太了不起 太了不起 在第一轮比评中 136比134 我们的重庆小将 就落后了两下 但是这是在他们之前 已经参与了 两轮资格赛的前提下 我要告诉上海队的 三个小伙子的是 今天你们只有赢得挑战 才能最终进入观众投票环节 否则你们将没有办法 去争夺年度挑战王的资格 所以要加油 现在三局两胜 你们赢得了一局 另外我要告诉你们 不要让他们轻轻松松地 拿到年度挑战王的比赛资格 加油 还需要休息一下吗 还是直接来 给他们歇会吧 好 教练说不休息 直接来 两队第二局挑战开始 Judges ready jumper is ready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go 革命发力了 太棒了 加油 5 4 3 2 1 上海队122次 重庆队133 革命发功啊 小小年纪意志力如此顽强 按照我们的规则三局两胜 他们要进入第三局的决胜局了 我觉得应该是旗鼓相当 就是不犯错的人 就会获得胜利 在前两轮的比拼中 重庆队凭借顽强的毅力和上海队 以1比1的成绩打平 根据挑战规则 上海队只有打败越战越勇的重庆队 才能拥有争夺年度挑战王的资格 经过五分钟的休息调整 两队再次站回了挑战位 最后一次比拼 谁将最终胜出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宣布两队最终的对决 开始 三队的好了 计算 资格 Jeffers ready.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10 5 4 3 加油 2 1 上海队 132 重庆选手 123次 现在 两队已经完成了 他们最终的对决 我宣布 上海队挑战成功 谢谢 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四位裁判 谢谢你们 观众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位马 一起来传播这三位跳舞神少年 精彩的挑战历程 与世界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历史 会不会有点累了现在 有感觉了 已经不是一点累 很多累了 距离最后的胜利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如果他没有失误 真的很难预料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但是比赛就是这样 容不得说如果这样的事情 已经很棒了 已经很棒了 很棒了 孩子们非常尽力 我们上去合个影可以吗 来 好吧 他们就等这一下子 我们四位评委一起吧 也跟我们的上海队一块 来 准备好啊 三 二 一 快乐 挑战不可能 掌声感谢我们重庆队的三个孩子 让他们到观战区休息吧 首先 先有请孙杨评委 为这三个孩子 颁发我们年度 挑战不可能总决赛的荣誉奖牌 希望你们可以拿起手中的投票器 为三个孩子 投上你们宝贵的一票 看似很简单的一票 但是你的一票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是他们自己的梦想和未来的目标 所以再次恳请大家 拿起手中的投票器 为他们加油喝彩 谢谢孙杨评委 谢谢 你们三位 谁代表你们这个团队 跟观众说两句 每一次挑战 都是在为我们的未来积蓄力量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会勇往直前 朝更高的目标奋勇拼搏 谢谢 现在 为我们来自上海的 黄俊凯 江大理 金振宇 投票 开始 加油 加油 192票 掌声祝贺他们 那么最终 这个票数还要和我们的媒体的投票 相结合 来最终确定他们能否夺得年度挑战王的称号 谢谢你们 谢谢 加油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李昌玉博士为我们推荐下一位挑战者 在本季的挑战中 在本季的挑战中 有个挑战不可能使上最快的挑战 称得上闪电速度 0.12秒的时间内 15个三位数字 判随着强势的视觉干扰 一闪而过 三位挑战者对数字的敏速不足 其不可思议的精密计算 无一不令我们折服 当时挑战者 许颜 五位数字的障碍闪电心算 更是以她超越年龄沉稳发挥 成功挑战了五位数字的障碍闪电心算 挑战 但是很遗憾 许颜不能来到现场 她向节目组推荐了与她四处同门的师姐 向她创造的记录发起挑战 她就是王同晶 观众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枚码 了解世界珠心算 三连贯挑战者王同晶的故事 我们一起见证她挑战极限的计算速度 挑战不可能 让我们掌声请出挑战者王同晶 你好 王同晶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主任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老师们好 我叫王同晶 来自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新闻传播系 今年22岁 国家珠心算选手培训中心 中国珠心算的国家队 多次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 夺得冠军 为中国的珠心算争得了荣誉 我们之前李博士推荐的许言 其实也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 与其说我们推荐的是一名选手 倒不如说我们向全国观众推荐的是一支了不起的战队 所以今天是战队的另外一员大将许言的师姐 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但是许言作为之前的挑战者 今天没能来 其实她也相当遗憾 所以许言在之前也通过她自己的方式 给你今天的挑战发来了她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大家好 我是许言 现在我在为明年的世界珠心算比赛做准备 所以很遗憾 今天没有办法来到总决赛的现场 但是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我的师姐王童金 她很厉害 所以我也一直把她当成我学习的榜样 今天也希望你能够成功突破我上一次的记录 完成一次极致的珠心算挑战 加油 师姐 你也参加过世界级的大赛 我是第四五六届的世界珠心算冠军 四五六届 连续三届 许言是16岁对吗 对 许言很连续 王童金今年是22岁 这种能力是年龄越大越成熟 还是说年龄越大越衰退 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时期 就是像许言这样 王金时期 对 她们是现在正在练习 所以她们的成绩会好一点 可能到18岁了之后 我们会慢慢地退出这个珠心算 第一线的冲杀了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就会不练了 那你退出这个一线的这种训练 有多长时间了 我答案那一年是因为有一次世界比赛 然后大概练了有一个月的时间 对 然后就没有碰过 有两年多你没有在一线训练比赛了 对 你确认你可以开始吗 既然来了这个挑战不可能 我就要挑战一下不可能吗 既然许言敢推荐你来 我相信她对师姐一定是 第一 极度信任 第二 我估计你的功力还在她之上 敢不敢直接进入到 比许言参加挑战的时候 难度更高一截的 十五组 六位数 十五组 六位数 我看可以 我看可以 那么接下来挑战助理上道具 挑战规则如下 评委随机输入 十五组 六位数 这些数字会在不满干扰的屏幕上 随机快速地闪现 每一组数字 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 仅为0.12秒 挑战者需要瞬间捕捉有效数字 并将十五组数字 进行一个准确的加法计算 计算正确才算挑战成功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摘下我们挑战者的耳机和眼罩 这几天一直在适应这个出席的方式 自己也想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能找回自己当时世界冠军的那个水平 我觉得还是挺有压力的 好 请王同军上挑战位 王同军 十五组 六位数 挑战开始 我的天哪 天哪 好 王同军已经 已经把他接 他把那个体板翻过来的时候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你根本看不到 太快了 对呀 现在用时速度大家已经看到了 无懈可击 但是关键是准确率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验证环节 有请挑战助理 太快了 真害怕 首先请大屏幕 为我们显示正确答案 王同军的挑战 能否超越许言之前的五位数 我们就看这个答案 能否跟大屏幕上的正确答案相对应了 请挑战助理为我们揭晓 第一个数字 正确 八 第二个数字 你这个四写得像个六一样 对 是六还是零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好 再看第三个数字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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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 再看第四个 对了 没问题 还剩下三个数 来看下一个 还有两个数 八四四八八八 一 最后一个数 王同军已经两年没有接触猪心算 直接挑战六位数障碍闪电心算 他能挑战成功吗 挑战成功 漂亮 厉害 金国英雄 神 我想问个问题 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来见证猪心算的神奇了 被震惊到 当你们在计算的时候 你的脑海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算盘呢 对 猪心算其实就是在脑子里打算盘 所以你最后那个答案 是你用视觉看着那个算盘上的那个猪猪写出答案这样子吗 对 我的脑子里面最后的结果是 都是以算猪的形式来呈现的 是一个算盘的图像 是画面 对 还是很厉害 这个太神奇了 这个算盘 我们中国老祖宗的智慧 计算机 一千多年前的这种重大的发明 他一直到今天依然在影响着 或者说推动着某种技术 让技术都无法赶超的一种神奇的力量 我突然有种感觉 我觉得铜金也许可以接受更大难度的挑战 通过六位数障碍闪电心算 王铜金的挑战已经成功 他还会选择更难的方式挑战不可能吗 0.12秒七位数 平摊到每一个数字上 只给他0.02秒左右 要不我试一下七位数 好 好吧 来 请做准备 这越来越难了 我连出题我都不太会了 这越来越难了 这越来越难了 我连出题我都不太会了 好 老师 准备好了 好 请挑战者进入挑战位 升级挑战现在开始 老师 脑子要炸了 脑子要炸了 好 每次看都不相信 首先还是请大屏幕上亮出正确答案 有请挑战助理 第一个数 正确 这个又吓我一跳 我以为是4 他写的那个 他那个字有几个写的 真的让我们觉得 可能错了 每一个一开的时候 其实都非常揪心 特别是第一个的时候 第一个如果错了 那后面肯定都错了 好 我们对他的4的写法已经非常熟悉了 当你看到6的时候 你就可以鼓掌了 对 下一个数 没问题 没问题 打一个 我以为是7 我以为是7 没问题 这是他的独特的3的写法 最后三个数 正确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同样的 最后一个数 太好了 太好了 漂亮 我想问童晶 这个朱星算当中是只算加法吗 有减法 也有成除 有加减法 你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 我其实最擅长的是大位数的加减 因为我俩已经很久没有练了 我想今天要不然我展示一下八位数 八位数 自动升级 脑子要炸了 我觉得既然来了 那就把这个挑战做到极致 我希望能够展示一下我比较拿手的 一类题目 八位数的加法吗 加减法 八位数的加减法 对 不是说加减 加减 就是什么时候加什么时候减 由我们来定 随便 随机 对 挑战了半天最后告诉我们 你们这个项目不是我最擅长 然后多少组数字呢 几笔 二十比八 我觉得这对于我自己来说才是真正的挑战不可能 我一定要成功 这是第一次选手把评委吓倒了 就是 评委却鸦雀无声 面面相觑 要这么厉害吗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还是看吗 要不然换一种方式由评委老师来出题 然后报给我听 就听 对 听完立刻就能写答案 对 听算 这个反而是我没有见过的 这样 有请挑战主理 来 再次上来 加减听算挑战规则 评委现场随机写出二十组八位数字 加减也是由评委随机安排 随后挑战助理现场报出二十组八位数字 两年没有接触朱鸦鸦的王童鸦 能适应新的挑战方式 挑战成功吗 挑战的八位数是不同于之前看的 是由挑战助理在旁边给我报数字 我来计算 所以我比较担心的是 挑战助理能不能报清楚 因为这对于我的计算影响会很大 黄童鸦 第三轮 二十组八位数 耳听速算 现在开始 一千四百五十三万四千二百七十八 加五千六百四十三万七千四百九十八 减二千七百九十九万八千四百三十四 加五千六百八十九万九千八百四十五 加五千七百一十一万四千三百六十五 加九千八百七十六万五千八百九十九 加八千九百八十六万五千九百六十五 减九千九百八十五万七千六百五十八 加八千五百六十七万九千八百六十九 加九千九百八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九 加八千六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二十六 减三千九百六十五万七千八百四十二 加七千四百九十八万五千二百一十六 减四千八百六十七万九千三百五十二 加六千九百八十五万四千七百六十一 加七千六百一十五万三千九百七十四 减38946512 加27819056 加58745683 加95864731 好无犹豫啊 对吧 答案是否正确 大屏幕上 请出正确答案 来看第一位 他心理上的压力 我是要为着我自己 而来挑战 所以他今天的压力特别大 也许影响到他的成绩 然后他担心 第二位 正确 第三位 正确 第三位 正确 第四位 正确 第五位 正确 第五位 没问题 第六位 正确 下一位 正确 最后还有两个 最后一个数 是不是七 我觉得这对我自己来说 才是真正的挑战不可能 大家都希望能够创造一个记录 脑子要炸了 八位是我 自动升级 既然来了 那就把这个挑战做到极致 我一定要成功 是不是七 对了 观众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和我们一起传播挑战者王童晶 极致心酸的速度 与世界一起分享她的精彩故事 让更多人看到猪心酸文化的内容 太神了 太神了 刚才我们说童晶今年是22岁 她和许言有一点很相似的地方 是她们都有超乎年龄的那种 沉稳和淡定 你们要经过多少多少的训练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碳为观止的速度 我是从六岁开始接触这个东西 然后我是在九岁进了这个培训中心 然后从九岁一直练到了18岁 我那一批进去的时候 我的成绩是进去的时候我是最差的 所以总是就是会 加倍的努力 就是做很多题可能比别人都要多 就是别人做一遍可能我要做两遍 很多训练题我总是最后一个做完 然后每天晚上的时候人家都去睡觉了 就我一个人题目还没有做完 我就一个人好可怜待在我们的训练室里面 那你从最差的变成最好的花了多长时间 五六年吧大概 五六年 我其实小的时候的话也不算是 就是除了就是个子比同龄人高一些外 其实很多 手长啊 对手长 然后很多些柔韧性啊 包括都是后天自己去压出来的 当然以前也是完成不好 然后有被骂 然后被罚 都有很多 这就是要逼你把自己的潜能激发出来 所以任何一个成功的人都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达到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童金你胸口佩戴的这个是立的几等功啊 对这是立的一等功 这是因为诸心算吗 对是我18岁那一年参加了世界比赛 然后是得了冠军 组织上觉得我表现不错 所以授争了我这个一等功 我真的内心对你充满了敬意 我觉得你看她现在温文尔雅 很温和的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 可是她每次在写答案 包括翻下那个体板的时候充满了霸气 这种霸气的背后 那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得来的 就像我们说的不经一番寒澈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位金国英选 李昌玉评委 这位选手 这个项目都是您推荐的 那么接下来 对 那么有请您为王同金 颁发我们本年度挑战不可能的荣誉奖牌 掌声祝贺王同金 谢谢老师 他多少年的努力 六岁到今年 多少天都在跟数字挑战 所以我希望大家对她的勇气 对她的努力 对她的毅力 对她挑战的决心 投你们神圣的一票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李博士 那么最后面对我们的所有即将投票的观众 你和你的队友们最想说什么 其实坚持不是说你认定一件事情 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而是你有过放弃 你也有过犹豫 但是你还是没有退缩 你还是走了下来 我觉得这是我认为的坚持 也是猪心算这么多年来教会我的一个道理 今天我其实来到这里 我有两个小目的吧 第一个是觉得 这个猪心算是我们的 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东西 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来发扬光大 这是第一个我的小心愿 第二个就是我爸爸妈妈总是说我不上相 我今天想让我的爸妈看一下 他自己的闺女到底上不上相 麻烦青龙老师可以给我一个特写 家在哪儿啊 我家在吉林 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来这边 然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惊喜 这个大过年的吉林现在也是天寒地冻 正在最寒冷的季节 白雪纷飞 你的这种成功的挑战的精彩的表现 我相信会让他们的心里 温暖 觉得对 无比的温暖 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 让他们度过一个最幸福的新年之夜 好 接下来 重任交给我们在场的各位观众评审 为王童晶 这一轮终极挑战投票 现在开始 投票啊 投票 加油 加油 193票 再次掌声送给王童晶 谢谢 请到观战军休息 谢谢